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次来越南时已经30多年了 当时留下了一些纸币 这次想着用完 原来人们说已经是古董 原来这些纪念品已经用不到,不流通 现在就看看后面 如果想着在古董店可不可以卖 法国就比较残疚 所以现在就决定 试试几次,没人要的 试试去银行换花回去 叫做Weekcome Bank 试试行不行 好了,现在就去吧 试试去银行 可以换回一张 流松的货币 应该可以的 银行出来 试试表情也有什么 不收了,已经停用了很多年了 只是想着收回一些旧货币 应该收回的 不,我都说是你国家印发行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 就算了 以前那些旧人纸 算了,幸好Weekning不是很高 没有一杯奶茶而已 两杯奶茶 两杯奶茶的 不过不是的 试试在网上 偷人要的 应该有人收藏 这些都会要的 不过虽然说不是很新的 但是也有人收藏 好,回去试试 放在网上 有人收藏 各位网友 有兴趣收藏 一些旧货币 已经不流通那些 古董的货币 三十几年 应该是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前 有兴趣就是什么 跟我联络 哈哈 怎样都好 好了,继续行程 再向前行 已经是什么 西公河 再向前行 那边 多走两个多三个字 应该不用,两个字 都会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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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来 都会有兴趣 都会有兴趣